手机里这几个危险的设置一定要关掉 一 肯定有人和我一样 以为手机在人脸识别的时候只能看见原型里的部分 但其实呢 你的整个上半身都可能被看见 所以使用人脸识别时尽量不要裸露 二 你分享的照片很有可能被别人看到精确定位 再设置隐私订阅服务里 点个相机可以关闭精确位置 还可以在系统服务里关闭共享我的位置 建议搜索 防止泄漏未知信息三 在通用软件更新里关闭自动下载和更新 这样手机就不会自动升级 变卡顿了四 在设置隐私的跟踪里 关闭爱不跟踪 防止恶意软件收集信息 五 在设置隐私分析与改进里 关闭共享f分析 防止上传个人隐私数据 六 进入siri 搜索 关闭电源键 坏色水 这样长按电源键就不会弹出siri的 七 在辅助功能里进入触控 关闭变迁访问 就不会误触编拍屏了 经过以上操作 相信你的iphone会变得更安全更好用 nice